之前就是去年的11月16号左右 大概是17号 我忘记了 就是这个时间 你不是你说有个犀利的时候 你跟我介绍 当时我就觉得 你跟我介绍 我说什么东西 我当然不知道 那他就你说我帮你测试 他就你就帮我测试了 我把照片给你 测试以后你就说我 说我的胃肠不好 说我的那个什么经络 关节不好 我说我关键 说我的肩膀不好 或者怎么样 你当时说 但最最主要的是 你说我胃肠不好 我当时觉得 我真的没有胃肠不好的 我就很觉得你这个 不相信我就是 但是呢 那天晚上 真的果然是比你说到了 就是 这个胃啊 就是翻来覆去都睡不着 哎呀 我想我这从来没有胃 怎么怎么回事啊 比你说的 后来我就不打电话跟你说 你说你没有 没关系 你就睡 你管你睡吧 结果你说 第二天我就这么睡了 你就跟我说 你看 你昨天晚上怎么样 我说还好呀 后来就没有了 你说我帮你做了一个排毒 你这样跟我说 我帮你那个调整肠胃了 你就这样说的 因为我觉得很成奇 我记得当时还你还给我录音的 我这段话 我不知道你现在还有没有 我就这一方面 我马上就跟你说 那我就买吧 我就考虑一下 我觉得这样的话 对身体调节的话 应该是一个 有它的作用 再来说你已经 简单的介绍一个 它是一个 美国拿到 就是医疗器杰的 那个第二认真 就是第一认真是作为医生嘛 第二的就是作为一般的人员 对不对 是这样的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 我就买了40吧 我当时买的还不是促销 还是买的是原价 但是也不管了 就买了 就用了你知道吗 用了以后 我就买了以后 我就赶快正好 那个时候收到了以后呢 我就赶快 我儿子也正好在日本 我叫他帮我下载 怎么弄以后呢 我就马上就操作了 就每天 因为我是患过癌症的嘛 你知道吗 因为我在这方面 而且工作方面 各方面还是比较 比较有点忙的一些事情 比较 还有照顾上海的父母嘛 这些方面 所以我买了没多久 我就今年的二月份 我就二月初 我就回上海了 待了三个多月 回到日本以后 我可以猜一下吗 可以猜一下 好的 我可以猜一下 因为当时呢 在这个之前 你已经跟着我的建议 使用了其他的产品 对吧 因为当时跟我讲的 你家族也有一些 这个癌症的情况 所以呢 我就使用了一个就是NIF2 能够改变遗传基因的这样一款产品 然后你就用了蛮多时间 那个时候呢 你这个你可以讲一下这个情况怎么样啊 是不是感觉好还是什么 后来的话呢 因为这个 对后来不是想到了 因为其他的产品都是在身体上面的嘛 对吧 那么这个 对对对的话呢 在心灵上面的 那么对我们华人朋友来说 我们都不了解什么叫心灵 对吧 但是有一点 就是我想 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能够帮你找到这个 导致癌症的 导致你 导致你产生癌症的原因 因为为什么呢 从观察来说 你是一个非常注意健康的人 你也走路而锻炼 你甚至于 这个早点 就开始经过跟我说 他很用功锻炼的 你甚至于在什么跑步机上 还是做什么 要两三 还是打太极拳是吧 要两三个小时 然后呢 你吃东西 你就会非常的注重 对吧 然后你的心情呢 对人就像早点讲的 都愿意帮助别人 对吧 人家看到你的话 脸上都是露着笑脸的 对吧 都愿意帮忙 最后呢 我就想想 为什么爱平才能够在这样呢 所以我呢 就是从这个 我就从凭这一点 我知道 哦 原来这一家公司的这个小仪器啊 它不光是从身体方面的 而是从心灵方面 能够帮忙找到 我们这个频率 跟我们自己的频率 跟宇宙不频率的 不协调的 所以呢 把你呢 邀请到这个 不是不是像一般的 所以呢 而且我 为什么自豪呢 我就要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 不是我没看到 是在整个世界上 还没有这样一款 生气的东西 他在德国生产 在这个 美国是去年 才进来 才一个 一年不到的时间 就这么多人受益 而且是能够 这个叫什么 所以我就插这一句 所以呢 就从这个方面 爱平你知道吗 所以结缘结缘 怎么结缘 对对对 要说的 不是这么一个仪器 不是这个 背后还有很多 告诉我们东西 所以现在生活上 有很多人生癌症 对对 那癌症为什么 他们以为就是 身体上的问题 所以他们就 去看医生了呀 看医生了以后 医生就说 放疗化疗 结果后来 解决问题吗 没有 很多生癌症的人 有化疗 放疗以后 他们仍然没有 跑逃脱死亡的 这个解决 解决 对吧 而且甚至还包括 有一个演员 叫李什么 李英还是李什么东西 非常著名的 这个中国 早年人都给他晓得 看电视的人都知道 举维庆一个晓得 对吧 举维庆那个 那个 那个 MC 李勇 李勇是吧 对呀 李勇 李勇呀 李勇你看 我现在 我现在那个 如果是屏幕上面的话 我都可以放出来了 对吧 人家也同样是癌症啊 人家要跑 这么条件 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好啊 对不对 那这个 他 要跑到美国来医疗 那很多人 到美国来 都出不止前来美国医疗 不要讲医疗 你这个就是 这个 那个叫什么 李勇 李勇跟我们的小 那个 勇是这个勇唱掉的勇 是吧 李勇去世 你看 李勇死因 我看看是不是这个人 他能不能把照片拿出来 对啊 就这个人 是这个人 对 从死因在这争议 提前为啥查不出癌症 你看就是 对吧 所以结果他 才才出来以后 就跑到美国来 美国他来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进来是 美国的一家 最有影响力的 一家医院啊 你知道 而且是研究所啊 你知道吗 结果后来 放疗了 不管是到世界的哪个角落 放疗化疗 就是这个 这个 就是说 用美英文的话 就是说 就是 你跑到中国 也是放疗化疗 跑到美国也放疗 跑到什么 这个 这个德国也放疗化疗 都是一样 你看 在美国 经过17个月的 抗癌治疗 2018年10月25日 凌晨 正好这个月呢 在五天的时间了 我们第25天 25号的时候 我们再举办一个活动 由爱萍主持 OK 凌晨5点20分 用 是 用什么 用 是 这个 我 以后我们再查 今天我们不是 这一消息震撼凌智的 广大的网友的关注 更不相信是真的 因为以前李勇 还在主持节目 完全看不出来 李勇当时生了病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李勇就是在美国 因癌症去世的 而且在美国的最高级的 癌症医疗和研究所 李勇年年体检 为何没有被查出癌症 而且一查出 就是晚期了 离世后 为何要 涨身 这个涨身美高 跟我们不一样 OK 这个就测开了 我们就讲 像这样的一个人 抽几钱 都可以 到美国来医疗的 而且可以在美国 也可以找到 OK 这个 最好的证所 对不对 而且他这个是多少年 1968年5月30日 新疆维吾尔治治区 乌鲁木齐市 他是新疆维吾尔人士 那个 我还不知道了 李勇 维基百科 那我们以后就关于 10月25号 记下来 爱萍 这个会议你来主持 OK 10月25号 OK 没几天的事 OK 李勇 三千山声音 新疆乌鲁木齐 前中央 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主持节目 有幸运 而非常 这些 我都要去看了 没有时间看了 这正好是能够让我有这个机会来看 OK 这个题目 真的是 我自己也非常感恩 自己感恩我自己 居然在这个时候 我能想到 这些东西 对不对 所以生活当中 我们就实实在在的东西 让我们知道 所以呢 我就是 首先呢 是很感恩 有 找玲玲帮我介绍 认识爱萍 我也很感恩 爱萍 对我的信任 她是不是我的同学 也不是我的亲戚 也不是什么 但是她比 我所有很多的 自己家的亲人 还要亲 我们自己家的亲人的话 也就是 你怎么怎么怎么 都不能理解 对吧 那的话她就 不光是理解我 接受我对她的建议 五年来 她用营养基因组合血 用得很好 这个产品用得很好 然后呢 她也是 能够 不光是 不是在躺在床上上 休息的 这个癌症患者 她 现在有很多 那以后再教她讲 每天从早上 往下做些什么事情 比一般的我们正常 这个事情还要做得多 OK 好 我就不都 爱萍 你继续吧 我就跟你查看 你要就是讲的时候 要自己 要讲 习惯啊 怎么样讲这个结缘结缘 就不是一下子什么 蹦一下 曾经 这是怎么东西啊 但是刚刚已经讲得很好 那你现在根据我跟你的建议 那你能不能再来一下 我现在呢 就是那个身心灵的方面 其实对我们来讲 那个人的就是一个 确实是这么回事 因为现在好多地方都是 就不重视灵这一方面 你不要讲太多 因为现在你不是马上要睡觉了 你们这本事 对对对 不要讲太多 就是讲你自己 对啊 就你讲自己 比如说你打心心灵的话 你就像我身心灵方面不知道的 对吧 后来板明就跟我说 他帮我观察出有三个方面 对不对 一个方面 老是着急什么事情 妈妈妈妈妈妈妈 板明就跟我说 这是一个导致你癌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虽然你不能接受 但是确实是 对吧 那我们就讲一个 就具体的这样 这样人家能理解 你知道不是要想 你现在不是叫你 当一个大学教授在讲课 你知道吗 讲你自己的故事 好吧 我就猜一句 对 一个就是我不知道 还有一个就是 我没时间 就这样 对不对 就是确实 对我们 就是你今天呢 因为时间不够呢 就讲那个 少讲 你没有时间 这个呢 我刚刚已经解释清楚 人家能听得懂 对吧 那你不知道 人家不知道 什么不知道 有什么关系 跟你得癌症有什么关系 对吧 所以这又要展开了 所以呢 我来讲一下啊 就是 培平呢 就是比较很好学 很好学 很好学的话呢 他呢 有的时候呢 因为很好学 他就心里着急 着急了以后呢 他对什么东西 比如说计算机方面的东西啊 他会有点过敏的 有点像这神经质这样的话 人家一看到上计算机 我不会 不会 我怎么怎么 但是呢 又没有静下的心 来去学 也没有告诉别人 哎 白明你告诉我 这怎么做 从来没有的 你听到他就说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怎么呢 怎么呢 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的话 培平进步了很多 你看刚刚 举维庆上来 他能够教会举维庆 去上这个事物 而且教会他去怎么样 去来登录 然后他可以听见 对不对 所以你就想看 过去的培平认所之前 就像举维庆一样 上来这个地方 都不能打开的 而且待了那么长时间 但是培平 现在的培平 很厉害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屏幕呢 频道就是 培平和伊丽结缘的 故事的频道 每个星期三的晚上 日本时间九点 北美时间 北京时间晚上的五点 我们北美时间的 这个早晨的八点 就是由培平来分享 他和伊丽结缘的故事 那以后很多很多 今天只是刚开始 所以培平再继续 反正现在我现在也就是在用嘛 给我父母也在用 确实呢 就像我爸爸 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那个好多地方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 帮他们 做的都能看得见 来到日本以后 就看不见他们了 但是我就给他们做 但他们呢是 可能是不太相信的 我也不管他们 至少从他们的反应上面 这里边好 再解释一下 你要开始啊 就不要以为人家都知道 人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的 那么这个仪器呢 就是培平是在日 就是是什么呢 他有两个关键的地方 什么两个关键地方呢 就是这个原理呢 这个原理呢就是这样 至于有两个科学家 是专门是研究 这个电子和人体 人健康的这两位专家 这一个是整形外科的主 这个主科医生 OK 而且是电疗领域的专家 世界著名的是 现代电子疗愈的一个 他写了一本书 是在当今电子医疗 电子这个疗愈的 这个一本圣经 英文叫做The Body Electric OK 就是身体的电力 OK 但是1985年就写出了 这样一本书 另外一个呢 是瑞典的一位 这个研究所的 放射科的这个教授 那么他们是以前 若贝尔奖金的 委员会的主席 那么他们的理论呢 就是说这个细胞膜啊 它有电压的 OK 这个电压呢 它是有一定的范围的 那么这个小的范围呢 就是说在-90 到-60到-60的这个范围里边呢 它是足以健康的细胞 OK 那么到-60到-30的这个程度呢 是已经有炎症了 那么 赵玲玲是这个 这个癌症这个专家 他也知道炎症 什么叫活血滑疑 活血滑疑 就是这个瘀如果不化 那么慢慢就会得到炎症 那么炎症跟那个癌症 有什么关系呢 炎症是癌症的前兆 所以如果我们把炎去掉了 把那个瘀去掉了 那我们就不会得到癌症了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 看不见了摸不着的 对吧 医生也不会跟你讲的 连刚刚讲的利用 医生都不知道的 他也没听说过 什么什么什么炎症 不炎症 对吧 化疗放疗 OK 好 那么如果这个炎症呢 再不减的话呢 就慢慢慢慢的 这个电压呢 就会变到-30到0的 这样一个区间 那么这个区间呢 就是癌症发生的区间 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个过程 那我们就会 在没有癌症发生的时候 OK 我们就用上这个仪器呢 帮我们调整 这就是叫做利送频率 OK 那么这个频率的话呢 它有两种 OK 两种情况 一种呢 是什么 就是近距离的 近距离就要带在身上了 所以我们讲看 这是随身可以携带的 随身携带的这个 叫什么东西呢 是叫细胞层面的微电流频率 所以你看到这个上面的话 爱萍你不要画 画的话 你看上面都会 也会出来的 我不知道谁在画 那个 没画 不是你绝情的 绝情因为好奇嘛 我要把它擦掉 OK 好 爱萍你知道吗 这个以后会擦掉 这个都是会学的啊 那么在细胞层次上面的话呢 你就要带着这个仪器 然后呢 你就把它开启 啊 那我刚刚讲的 经络那个 你看还记得那个视频吗 但原 早点你还记得呢 刚刚我给你看的这个 12根经络的这个视频 那它就是要在细胞层面上的微电流 你要带着这个仪器 然后开启这个频率 那我们还有一个呢 它就是叫做什么呢 它叫做是叫做生物能量场 生物能量场是什么意思呢 我相信 赵玲玲现在是还不了解的 但是我一说你就知道 生物能量场是人体能量的流动 链接的身体心灵和灵魂 所以我们传统上呢 就被称为 中国传统上就被称为是气 我相信玲玲应该知道了 气她听说过的 但是不能 不知道这个气和我们讲的 这个生物能量场的关系 我们讲的是一回事 就像我们讲的论这个脉轮 我们以后再讲 有病毒的话 有七大脉轮 对吧 那七大脉轮跟中国的 这个叫润多二脉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讲的是一回事 你知道吗 那你要想想看 打通润多二脉是多么厉害的事情 我还记得不久前 有一个医生 他说白明 这个润多二脉非常重要 你要去打通 我正常有一个中国来的一个大师 我说要花多少钱 六千美金 我要离开我的家 到那个地方 待三个星期 跟外界不见接触 那我呢 这么吃得笑 对吧 所以我现在很荣幸 现在很高兴 现在为自己觉得很骄傲 我可以通过就是这样讲话 跟你疗愈 我就可以帮你打通 任督二脉 那以后呢 我们专门讲一次 什么叫七大脉轮 那至少 老年年今天你就知道了 我们 这个跟你做的事情 息息相关的 我们有经络 就是你平时做的12根经络 那你12根经络 你处理的是在面对面的情况下 我不在你身边 你就不可以帮我做 对吧 就像我上次 你要跟我讲的怎么做 我就把那个 你跟我讲的东西 你带回来 带回来 我还不会做 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东西 这个仪器 是我可以 你如果有了仪器 你拿了这个仪器 我在美国的首都 你在日本 你打开这个仪器 你就可以帮我疗愈了 12根经络 远程的 你都看不见我的 我也看不见你的 而且这个疗愈的效果 还要比你当面做的 还要厉害的多 而且它的时间 也不需要那么长 我们最快的 37秒钟 我相信你这个 做这个爱就没有一次 可以37秒钟的 对吧 所以的话呢 我们现在 就像我帮了一个朋友 他在这边开那个 按摩所的 那么现在疫情期间 没有很多人来了 所以他就想 我这个按摩所 我怎么能够继续下去 所以我现在跟他讲呢 就是你要开闭一个什么家 就是空中的按摩室 所以用我们的通常的语言来说呢 就叫数字按摩 听到过来 没有听到过来 对吧 数字按摩 你在北京也好 在德国 柏林的也好 在什么地方 你就可以接受这样的按摩 神奇吧 太神奇了 讲到神奇的事情 今天有一个谈话 很有意思的 一个朋友说 百明啊 你讲的这些东西 不敢相信 我说这有什么奇怪的 你想想看 在一百年之前 你能相信 你在路上 街上走 你就拿这个手机 可以打电话了吗 我经常开玩笑 我说 哎呀 这个 至少是五十多年之前 我大概才 这个少林儿童的时间 我就想 你这个电话 如果在手上 在路上 一边走一边打 跟妈妈讲话 跟爸爸讲话多好啊 但是我没有去旅行 这样一个 如果去旅行的话 那你想看 百明今天就不是在这边 对不对 那至少是第一个 那就可能就没有那个 比尔盖子了 是吧 所以我现在的话 在我最后的年龄 最后的生涯 就是人生的 最后的四分之一的时间 我就说 我脑子里想了什么东西 我就会说出来 这样说出来的话 一个可以帮到别人 另外一个 我也可以心情 我们讲打通打通嘛 你有什么东西 说出来的话 对你的身心灵都有好处 所以我心在帮别人同时 其实也是在自己 疗愈的过程 所以呢 我就是非常非常的兴奋 因为以前我你看 大学毕业 复旦大学 这个中国 对吧 最好的一所大学 那个之一 然后我跑到美国 又是美国的 长青森大学的 Connect大学 对吧 然后我就上班工作 又是在美国最 这个 拔尖的 这个 研究所 就是专门做 社会科学方面的咨询的 而且在这个 公司里面 成为了一个 唯一的中国华人 在领导着美国人的研究 里边的研究 还包括 Bill Gates的研究项目 还包括美国的 NIH 就是联邦监控中署的 一些 临床实验的研究 我非常的骄傲 OK 但是呢 我所有的这些东西 并没有给我自己和家人 带来好处 我妈妈临走的时候 比我现在的年龄 还 还 还小 我妈妈临走的时候 是64岁 那时候我就想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妈妈 她是 闹医学过去的 我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问过 我母亲 你血压多高 你吃了什么药 都没有 她走的时候 我 无能为力 讲到这边 我也很记得 那我父亲走的时候 是糖尿病的综合症 OK 我也没有办法 而且我爸爸 其实 证断出来时候的糖尿病 其实他已经 患了 十多年了 我们都不知道 更 更令我震撼的是什么 我们 我想 现在带上的 这个 赵玲玲 了解的 一个我朋友 朋友的名字 就叫 塔通 这是我的 小学的同学 那 具体不讲了 反正 以后再说吧 我反正现在 再把我这个视频 拿出来看 这是我 就是为了他建立的 全球华人健康品牌 在那里 我 查证旺 是我教学中学的东西 然后他是在50岁的时候的 我这你看 是在50岁的生日那天 离开了人间 换的是小型包肥 所以我就觉得 我所有以前上学的 打学的 人家说 600名了不起 又是这个学校 又是那个学校 但是我学的什么东西 都是没用的东西 所以我就是 查证旺给了我这种勇气 我就想 我把所有的 这个研究的技能 比较的技能 可以用在这个平台上 那这样是多好的事情 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我虽然有这个学位 那个学位 但是我在中国 回到中国的时候 就是送我妈妈走的时候 我到了飞机场 我在飞机场 买了一样东西 我花了980美金 人民币 我忘了吃什么 但是打开一层一层一层 最后连个火柴盒的 那么小东西还不容易 后来我就再想 我这样一个人 我都会上当受骗 和其他人 那么我在美国 做了那么多的研究 还包括我自己成立 我自己的公司 是在美国失业以后 我在美国 经历了两次失业 第一次失业 是在Carnel大学 这个以后再具体说 以后再说 然后呢 我就正因为失业了 我自己开启了 我自己的公司 这家公司的名字 就叫Survey Intelligence 我当了首席执行官 当我开了这批公司 这家公司以后 我第一个网站 是跟我的 还不满9岁的儿子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网站 我们吸引了 在美国最大的电力批发公司 这家电力批发公司 PGM 获得了第一个项目 他们的公司的主要的就是负责销售 在美国东部的所有的电力 OK 大家能看到吗 这个视频 我就把他们的 这个打开 那么他们 是 我们的 就是用电的 这个电力公司 就是他们一个小小的客户 你想想 在美国有这么多的电力公司 他们会怎么样 很厉害的 那当时呢 他们看到我的网站 跟我儿子 没有专家设计的 这个网站 他们就 叫我帮他们做事情 OK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他们的公司的简介 OK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简介呢 我用这个Google的方式 我把它翻译出来 那大家应该也可以看到 OK 翻译的东西呢 爱萍 你要知道 如果你不懂得以后 这个英文怎么了 也不要怕 OK 我就顺便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你就用Google的方式 在日本还可以拿到Google 你都可以解决 你知道吗 所以我现在学到了一句 什么 我们不要管别人说我们什么 哪怕别人贬低了你怎么样 我们曹玲玲知道 我这个什么意思 对吧 我在做这个过程当中 讲我这个 讲我那个 我以前也是 哎呀 听到这个人 就是很伤心的 你知道吗 我把名这么好的人 怎么给人家嘴里 走到这个一段几八糟了 走到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 所以它是一个区域性的书店 负责协调13个州 美国13个州和哥伦比亚 美国首都的特殊的 全部和部分地区批发电力 我就为这样的公司 我就为这样的公司做了长达九年的项目 评估他们的客户 这个九年以来 我没有请过他们吃一顿饭 我也没有送过一个礼 而且 没有通过一次电话 都是通过邮箱 邮件的方式 他们就这样 信任 我想 从这个事情 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我身边还讲一讲 还有 我呢 在拿到了一个什么项目呢 就是拿到了一个 美国的 这个 国防部的一个 要咨询 要调研 在美国的美国的军队的这样一个项目 要看看这个美国军队是不是操作了合理 是不是人家的军人都都都欢迎都喜欢 那美国的驻军呢 就驻扎的还包七个国家 包括日本 包括韩国 包括英国 等七大国家 那我就 自己设计的 就是投标 全美国的投标 我一个人 在我第二个故乡 用我的第二个语言 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下 甚至没有我先生 作为一个美国人帮我去阅读 或者评 没有 全部我一个人 我赢得了 美国全国的竞争的一个投标 我非常的骄傲 这个叫荣过了美国国防部亚太地区军队组织系统的评估项目 OK 讲到这里也有点激动 其他的小的项目都不管 那么我还有 这个做了另外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我有着想到这个地方的话 我真的是很难很难 我接受了另外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 就是 叫 这个 叫 spirituality 因为我偶然的机会呢 我认识了一个 在华盛顿客区的一个 他这个教授呢 是美国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 医学院的教授 OK 医学院的话呢 这就是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当中 这个呢 就是在我们附近 OK 就是这样 他呢就觉得 在医疗健康的系统里面 一定要加进去 灵性的关怀 所以大家就知道 什么叫临终关怀 就是临终关怀 所以他讲 要把 We are working to integrate spirituality into 这个就是我 认识的这位教授 是他 在美国 第一次 首届 就是从来没有过的 在 在那个医学院 建立了这样一个系 OK 然后 他这么说的 我把这个翻译过来 OK 就是用Google 翻译 你看到我的冲击 以后要教你翻译的 不管什么语言 我只能给你英文 你就可以翻过 中文 然后呢 这边呢 我就把 英文 中文 你看 我们设想了一种 创新的全球医疗保险模式 将精神健康 设为治疗 整个人的 基本组成部分 身体 思想 和精神 因此 患者会发出一种 处境 愈合的 内在的力量 而提供者 会在他们的工作中 提供者就是医生们 会在他们的工作中 发现更深层次的目标感 这就是他说的一段话 他说的什么 我再来一下 通过了解 什么是赋予患者意义 目的和希望 提供者可以在 减轻他们护理中 的人和家庭 痛苦方面 发挥关键的 这位老师教授 教授 然后这一句话 他经常说的 我该继续再翻译一下 灵性是所有人类 寻求意义 目的 和与他人联系的一部分 这就是他的机构 叫George Washington 这个机构 那么我在一步步说 MD 就是 医生的执照 医生的东西 FACP 这边 也可以 上次应该做的 应该是 是什么 就是 不是一般的医生 我等一下去看一下 是美国的 Fellow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 Fellow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 Fellow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 等一下 因为你们都是学医的 我想稍微 关注一下 他们都是 非常 厉害的 医生 不是一般的医生 OK 我再翻译 这边翻译一下 自1975年 也有超过了 3万5千名医生 获得了ACP 然后在美国 只有3千 3万5千 这是一个 接触的标志 代表着 政治 专业精神 和学术的项风 顶风 就在医学界点 最顶级的医生 适合那些 渴望从事 内科职业的人 观看 ACP成员 什么什么 对他们 专业的医生 以及他们 是激励他们 领导内科医生 和改善生活 然后 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看 那就好 Fellow of American Hospice OK 这就是专门处理 屏洞光环的医生 所以我这边呢 再这样 你看以后可以厉害了吧 什么东西都可以了 不要着急了 就不会说不会不会 永远是会的 学院可以授予APP 就是刚刚这个头衔 成员的最高荣誉之一 是被认为 美国 为美国临终光环 和湖西学院的院士 这一荣誉是由专专活动 致力于临终光环 和湖西学院实践的成员 研究员身份 现在对AHHP的 所有有所开放 学院院士必须成为会员 七年并在学院内活跃 医生申请人 必须获得委员会认证 这些人请求自愿 提交研究员身份的申请 邀请同行对其事个人诚信 该领域知识专业成就 和所展示的学术成就进行评估 他们因为很优秀 所以你要 作为评估在健康领域的一些东西 所以医生的医生 好 那我们再看他们 他讲的是一段什么话 好 这个吵下来 爱萍你应该学会了 以后叫你这样做 所以没有事情可以难得到你的 在技术和经济推动 在技术和经济推动 全球医疗保健系统发展的时代 这些系统中的人们越来越迷失 就是现在我们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大家是不是都很迷失了 越来越来越多人能出现了忧郁 焦虑 对吧 所以身体清洗和精神上的痛苦 更加不复仿 感觉不好 担心了 担心了 忧郁了 人生没有希望了 患者经常发现自己害怕和孤独 无处可去 在技术就是这个老师所创立的一个机构里面 他说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何将灵性 寻求 什么叫灵性 灵性就是寻求每个患者 他生活的定义 生命的定义 人从哪里来 人到哪里去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 就把这样一个灵性 融入了患者 以解决存在的痛苦 这种痛苦 也许比疾病更加痛苦 好 最后我再拔两段 最后 我们相信灵性可以在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和患者之间 建立一种深层的充满关怀的联系 并最终创建促进康复和幸福的医疗保健系统 不仅对患者和家人 而对提供者 我们也相信精神关怀是一项人权 通过对医疗保健中的灵性进行研究 为从业者制定计划 并与全球宗教精神和健康组织合作 我们正在创建真正关怀的健康系统 为他们所服务的患者带来治疑和和平 这就是这位 我用心在今世认识这位朋友 而且他是作为我的好朋友 我为他做的什么呢 我为他做了为其三年的跟踪调查 专门是对癌症的医生 因为癌症医生跟一般的医生不同 他们跟他们就是服务的对象 是癌症患者 而且相当的一部分 已经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不久了 所以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培训 Dr.Paspey 就是要我来帮他们做研究 我第一年的研究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全部免费的 因为我已经很感恩有这样的机会 我也想通过免费 他可以看到我能做什么 结果就这样 第一年免费 他看到了我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他说我继续要 结果连续做了三年 他做了大量的调查 评估电话 这个email邮箱 还有我的网站 我想做的什么 那就是调查 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培训 然后他们 我帮他们总结出来的报告 用于什么 用于Dr.Paspey 就是这个 叫做去申请资金 来帮助癌症医生的培训 所以这就发现了他们在医疗过程当中的需求 对吧 就是这样 后来我就更有信心创建这个 关于怎么样能够为全球华人能够做一些贡献 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呢 我就建立了这样一个群 微信群 这个微信群呢 找零零你可能也在微信群里边 我不知道这个在我们的邻居我们都在 那个时候呢 我就在网上面呢 遇到了无疑神 这个无疑神 当时呢 是在我这边呢 就是网上面啊 就看看 我不知道大家 早点您上次记得的吴医生吗 对吧 吴医生叫吴正宇 吴正宇医生 吴正宇医生呢 是在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在偶然的一个 呃 一个微信群里边 他当时呢 就在帮 他是一位上海新华医院的 一位内分泌科的医生 就这医生 嗯 他是我唯一的在中国认识的 对营养医学 重视的医生 那在医学 在医学医院里面 他只是心理 用的 就是 因为他对营养医学重视 结果呢 他就对 这个 呃 在业余时间通过微信 建立微信群 那我呢 我也不知道是谁把我建立的微信群 把我拉进去了 然后我呢 正好有一个机会呢 看到吴医生在帮别人咨询 他咨询 有一个人 他说我这个关节不行 我的晚上都还抽筋什么的 吴医生就告诉他 这是 缺盖的表现 你要不盖 后来呢 这个人跟吴医生之间的话 他那个人就谢谢吴医生就走了 后来我就问吴医生 我说吴医生 你知道那个缺盖的话要补盖 补拿种盖你知道吗 到哪里去买你知道吗 吴医生说不知道 那后来我就说了 这就是我可以跟他合作的地方 就这样 我跟吴医生 通过网上的活动 我真正在他的背后 我们一起帮别人咨询 我们用的就是这一张标 这是吴医生提供的一些方式 就是他平时问证的 没有所用的东西 你看首先姓名 什么电话 这是我们这里边关注的 你看我们注印的是 你有没有自己有这病死 或者有家族死 因为很多疾病都是基因的关系 那你要问什么事情 你的目标是什么 是看病 亚健康 有病 还这么的 然后下一步 你的硬水习惯又是怎么样 你排便的情况怎么样 甚至于什么样的形状都在问 你看他多么仔细 锻炼的怎么样 每天还是这么 每次时间长短多少 锻炼的方式什么样 入睡的睡眠又怎么样 还有有没有吸烟喝酒的习惯 口腔的状况怎么样 你还有没有眼部的疾病 你的厅力又怎么样 你看包裸弯香 几乎 甲状腺的情况 因为它本身甲状腺的习惯 淋巴结怎么样 腹科的情况怎么样 心脏的情况怎么样 肝脏 胆囊 乳腺 甲状腺功能 血肠规 尿肠规 肝功能 肾功能 电解质 血脂 心电图 胸腔 等等 如果用药的话 我们要知道 这药物的名称是什么 用法是怎么样 而且 还有什么相关信息 好 然后 病人一提供以后 我就在美国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 这个 这时候 我也没请任何一个人 我觉得还是挺骄傲 那然后呢 我拿到了这个信息以后呢 我就跟 吴医生一起讨论方案 讨论方案以后呢 我就根据我们这边的 接触的公司的 这个营养数的情况 我们就提供 然后我就从美国 帮吴医生寄过去 我们不赚一分钱 该买什么的 就买什么 就这样 帮助了几百个 病人 他们的情况 包括 很多的 就是刚才讲的页面上 就看到 对吧 那其中呢 我亲身经历了一位朋友 他说他的妈妈 是这个 已经晚期的肺癌 他需要 这个 医生只给予了三个月的时间 后来我说 我 没有办法 阻止你 最后到什么地方去 但是 我相信 我跟吴医生两个人 可以帮助你 至少活过三个月的时间 结果就这样 这个人活过了三个月 而且不管如此 他还到美国来 利用 至今还活着 那已经好多年了 所以我很感恩 所以霍普欣是大学的首席科学家 但是很可惜 前两年 就是因为他 想 自己创 创业 发明 张春宇博士命名的产品 结果后来 回到中国去以后呢 他就 他就这么 他就走了 很遗憾 也不到 五十岁还不到 当时我 跟他在一起 就是通过这样的中文会议 跟全球的华人 举办了 将近百次的 网上讲课 我们还有我们的 何丽萍博士 何丽萍博士 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好朋友 和伙伴 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 是在我们DC的一个 演出的时候认识他的 一场演出 那我们线上的朋友 爱萍什么都知道他 因为我们在 这个Life Vantage 这个家公司里边 我们一起工作了长达 甚至六年时间 那么他呢 是十二岁时候呢 就患了白血症 何有五岁眼 他说 摸到了阎王的鼻子 又窩闯了三年 是医生救了他的命 又保住了我的腿 从那时起 他例子要做一名 医生治病救人 因而走上了 从医的岛 1976年 何丽萍 跟本家老中医外祖父 在他的证所学习 和实践中 1978年 考入哈尔滨医科大学 医疗系 1985年毕业后 分配到北京海淀区 医院儿科进行 学习 而且 获得了日本文部省 全额奖学金 从1991年1月 到1997年4月 在日本的本资赫 医科大学做研究员 考入大学 获得了博士学位 做助教一年半 在日本的学会发表 的文章 得到了美国国家医学研究所 NIH的科学家的上市 所以给了在美国的NIH的 博士后学位 就这样 何丽萍博士来到了美国 之后呢 还在乔治愣大学 马里兰大学 等医院做了高级研究院 曾做了对糖尿病 心脏病的细胞分子水平上的研究 何丽萍博士说 他说遗憾的是 20年前 我或者说是医疗 没有能阻止癌症 夺去了我心爱父亲的事 我甚至认为到 现代医学对癌症和慢性疾病 是锁手无策 从那时起 我被对营养平衡 与健康做了学习和研究 综合自己的医疗 医学研究 以及营养医学的知识 今年急症的体会 我看到在我指导下 我80岁的妈妈 通过弟弟避免了打乔手术 就是用了普天灯 一天成的撞墙起来 她看到了我们接受了我的指导 接受了多年的痛苦 没有用西药 没有用过一粒西药 没有打过一个症 没有掉过一次盐水 但是获得了年轻 健康和漂亮 能够快享受快乐的人生 她感到莫大的敬畏和幸福 我愿意尽我所有的 尽我所能帮到更多的人 也以此来弥补 我没有能挽救我父亲的遗憾 就这样 我们在LifeEdit 就在普天灯的平台上 一起努力和分享了 整整六年时间 她也是我们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讲员 另外一位就是傅医生 傅医生是自然医学博士 当然他就是讲的自然医学 是美国的认证自然医生 美国的收征营养师 以及美国博士顿 城市电台访谈电视节目的 制作人和主持人 另外一位就是索琳娜 我也特别要讲的 她是一位中医经络专科 主持医师教授 中国高级营养师 中国健康处境与教育协会 理事营养师协会副会长 悉心从事人体中医 中药经络学研究与古医学 学术研究几十年如一 她曾获得中国特效医术 专业发掘研究奖 和中国经络推拿专项技术奖 通过经络导入激活治疗 治疗各种疑难杂志的人数千人 是我们在北京的认识 也是做LiveBandage的时候认识的 一位教解释的一位朋友 她是一位业也好 对中医学什么都非常的精通 所以她也给了我很多的 营养医学的知识 所以我很感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 解释了很多 我这个本身还有吴医生的介绍 结果后来她走了以后 我就把她的照片给记下来 她临走的时候才38岁 当时吴医生他用了他自己的 就是说帮病人去做这个作难 但他自己都顾不上用营养素 就是说他自己顾不上营养素 他的营养素都是我提供的 整整六年 最后他使用了美安的产品 他使用了介绍的产品 他还使用了补天灯的产品 补天灯的产品 是我寄到他家的时候 他没来得及用就走掉了 年仅38岁 我想他跟我很有缘 你看他 那是2017年的晚上的8月13号 我的生日是8月3号 是不是很有缘 从上海从事甲状腺 合医学科的吴正义医生 因脑血管爆裂不幸事实 这篇文章是讲 那什么原因让这些人的健康 这样一年早逝呢 所以他们就解释了这些原因 这个是导致加班 那和吴医生更是这样 他不管是上班 还有一个比他的正常上班的病人 还多得多的这样一个 信赖他的一个群体 他要帮助用业余时间来自信 所以他的这个网上的自信 每天可能还要超过8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再加上工作的时间 有8个小时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 法治内心的 我让他用上我免费 赠送给他的营养水 是他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好 真的一生太累了 愿逝者安息 天堂没有病痛 健康没有年龄的界限 人人平等 健康更没有职业的区分 不论你是医生还好 你是年轻的也好 你是延长的也好 你有家族 有遗传的基因 没有遗传的基因 人人都需要健康 医生更需要 保护心血管从年轻开始 不要等到最后 才最会莫及 好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我会把这个归关